请跟我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千光往静柱如来 南无千手千眼 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欧玛尼百美奉 好 请放着 我们今天下午要来办大悲咒法会 我想大悲咒我们每个人都会念 也念过 至少也听过 那么大悲咒对我们佛教来讲 非常的殊胜 特别的重要 所以每一个法会通通要念 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机会 把大悲咒的功德利益 写在这本书清清楚楚 然后我一一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好 来 请翻到第一页彩色这个图 各位呢 看到佛菩萨的圣像 就有他的功德 那我们后面还有一尊 四十只手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么四十只手拿着不一样的法器 然后各位现在看的这个彩色图 是属于千手千眼 那么千手代表大慈悲 千眼代表大智慧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手 有时候有一个眼睛呢 手是代表一个行动 但是每一个行动啊 都清清楚楚 就代表空性 这个空性啊 那么就是不执着的去做一些 所以各位要多看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对你整个心理啊 有很大的帮助 一个人眼睛为什么长得庄严 一个人为什么不容易动气 为什么 经常看佛菩萨的形象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在家里一定要贴佛像 合掌啊 看了佛像啊 就有无量的功德 所以做佛菩萨的形象 让别人礼拜瞻仰 更是无量的功德 好 各位看了以后 牵手牵眼 他这样制作了有十一个脸 十一个脸 上面还有愤怒像 好 请翻到第六页 第六页 那这个大悲咒的来源 是因为观世音菩萨 有一次听到千光王静注如来 念了这个大悲咒 那个时候 他只有到出地菩萨而已 他在出地菩萨的时候啊 听到这个大悲咒 哇 非常的欢喜 发起了大悲心 我永远要度脱一切众生 如果我能够度脱一切众生啊 让我献出千手千眼相 来广度众生 那个时候啊 他从出地菩萨 升成八地菩萨 各位你看看 一般你要出地修到八地啊 哇 至少一大神奇节啊 但是发心啊 产生的不可思议 那么另外一个说法 可以参考 观世音菩萨在阴地的时候 还没有成为登地菩萨的时候 他在他的师父面前 那个时候他的师父啊 是还没有成佛的阿弥陀佛 那个时候啊 观世音就跟他师父说 师父啊 那么我在你面前发愿 愿你做证明 从今天开始 我要用我的生命 生生世世 不退转度众生的大悲愿 去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如果我退转啊 我的头就裂成千百万个 他这样发大事哦 各位我们受菩萨界的人 都会这样发愿的 各位哪一天要是 征受菩萨界啊 跪在佛面前啊 我如果这个嘴巴 再去说别人的是非 我的舌头就破掉 要这样发愿 我这个眼睛 如果对众生起了欲望 我的眼睛就出障碍 菩萨都是这样打发愿 那是断手断脚 为什么要发这个大事愿啊 那么以防自己退转 不然你要做菩萨 没有这个安忍了 没办法了 好了 那观世音啊 那时候还没有做大菩萨 就开始累劫的去度众生 后来他发觉 哎呀度众生 实在是很困难啊 很痛苦了 那个时候起了一个退转心 哇 他的整个头啊 蹦就爆开了 啊 爆开了以后啊 哇 那时候阿弥陀佛的现前啊 阿弥陀佛在他爆开的时候啊 就跟他说 哎呀 观世音啊 发菩萨愿 誓愿不可退转啊 一退转啊 你的夜报就现前了 我赶快教我给你一个咒语 你经常念这个咒语 那你的愿力就不会退转 就是大悲短咒 大悲短咒是什么 来 各位列下来 就交给他这个短咒 然后啊 另外一个写法说 那个时候他身体裂成千万片 所以那个时候的菩萨 就把他的身体通通接回来 变成千手千眼 啊 视线成这个形象 去利益一切众生啊 所以各位 我们悲心快退转的时候 啊 你对你的心声啊 快要受不了了 赶快念六四大悲短咒吧 啊 你继续爱他 继续关怀他 啊 不退转对别人对众生的爱 就一直要念这个大悲咒 啊 所以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力也特别大 来 请翻到第六页 那观世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咒的时候啊 他说 你要存的大慈悲心 来念大悲咒 那大慈悲心 包括什么内容呢 来 各位一起念一下 各位看得懂中文吗 都没问题啊 来 一起念来 观世音菩萨言 大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无为心 是无染灼心 是空观心 是恭敬心 是悲下心 是无杂乱心 是无见取心 是无上菩提心 是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陀罗尼相貌 事实上 你在念这个大悲咒的时候 那么就具足了对众生的这十种心 那很多人说 哎呀 做不到耶 做不到耶 事实上我们现在做不到 但是呢 当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啊 你的本性里面的这十种心啊 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电的电池啊 但是你如果跟一个很有强力的电池啊 常常放在一起 我们的电 我们这边会不会产生电力啊 久了以后 它也会产生电池 所以你一直念大悲咒啊 就可以生起你这种十种心出来 那你完全哪一天啊 大悲咒上面完全合为体 哇 你跟观世音菩萨是一样的 所以念大悲咒 念咒语 就生出我们这个善根的 这十种大慈悲性 然后观世音菩萨说 我为什么要讲大悲咒呢 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吗 各位你要知道啊 菩萨做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了 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那为了利益十种的利益 所以他讲了 来各位看我念啊 第一个 为一切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 包括人跟非人啊 听到大悲咒得到安乐 第二 除一切病苦的缘故 我们的身上啊 总共有八万四千种的病 所以观世音菩萨 事件八万四千的手 来帮助我们离开种种的病 第三 得寿命故 众生的希望长寿安乐 第四 得富劳故 各位要发财吗 有资财啊 念大悲咒 第五呢 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 你这个人犯了忤逆罪 偷到了三宝物 要下无间地狱的啊 那你要多念大悲咒 我们在台湾的监狱啊 尤其是死刑犯 死刑犯的人啊 特别喜欢念大悲咒 为什么 一个人临到死前都会怕 所以他们都会背大悲咒的 我们每次到里面去带他们念大悲咒啊 撒这个大悲咒水啊 每一个人都跪在地上 地板硬邦邦的呢 跪在地上 一定要我们把水滴在他身上 为什么他知道他要舍抱了 至少消除恶业死的 不要下三宝刀 我们都很感动了 有时候我们佛教徒啊 还没让他们虔诚 我们佛教徒在撒净的时候 还会躲 我不要滴到 哎呦 湿湿的嘞 师父你滴不滴随便 你看到监狱里面的人 所以一个人啊 各位一定要啊 有这种生死恐怖的部位的时候啊 他才会积极的发心 啊就像波士尼国王 波士尼国王 嗯想说 哎呀佛陀的弟子 年纪轻轻了 都正阿罗汉 骗人的哦 波士尼国王想说 我年轻的时候 我看到女人 我都会起心动念 佛陀的弟子 各个哦 帅帅 年轻年轻的 都不会起心动念吗 他就不相信 所以波士尼的国王 有一次就把佛陀 来啊 你把那些年轻的阿罗汉弟子 通通找来好了 我供养你们 哦 阿罗汉都坐前面哦 坐一整排啊 在那边脱波 在那边吃饭 那那个波士尼国王就叫 他们皇宫里面最漂亮的美女 开始出来唱歌跳舞啊 越唱衣服越脱啊 啊 哎 奇怪 阿罗汉怎么都没有人有动静啊 哎 那边吃饭啊 哎呀 干脆脱光好了 哎 他们还在吃耶 他们都不起心动念耶 哦 当然佛陀知道了 佛陀就说 哎呀 国王啊 你不要考验我们的阿罗汉啊 阿罗汉叫无生啊 各位 无生就是不生啊 他不会再起欲望啊 他不会生气啦 他不会嫉妒啦 各位 生命最大的快乐就是这种心态啊 记住啊 不是你拥有多少皇子 拥有多少啊 名利 你内心里面要是没解脱 你永远在生死轮回里面啊 啊 所以阿罗汉是这样不起心动念 然后 佛陀知道了 佛陀说 哎呀 国王啊 这样好了啦 你明天 有没有除死刑的死刑犯啊 你叫他们出来 我做给你们看 那些死刑犯出来以后 然后 佛陀就跟国王说 国王啊 如果这些死刑犯 看到你们那些脱光衣服的舞女在跳舞 他们也不容易起心动念的话 你不要把她杀头好不好 国王说哪有可能 这些人关里面关那么久了要处死了 看到女人啊 早就已经受不了了 佛陀说那给我机会试试看吧 也给他们试试看吧 如果他们躲得了这一关 就不要砍他们的头嘛 你看佛陀多慈悲啊 还要度那些死刑犯啊 好 国王说好 然后啊 阿罗汉的波吃完啊 然后那些死刑犯带到后面啊 然后佛陀就把每一个波 给这个死刑犯 然后说国王 把他们的波上面的油倒满满的 这个倒满满的 从后面走到前面来 如果他们的油不会滴在地上 你都不要判他们死刑 让他们自由好不好 国王说好 一言为定 从后面走到前面那么一言 怎么可能不滴到地上 而且女人脱光在跳舞 他们早就分心的了 但是佛陀就跟这些死刑犯说啊 这是你们生命唯一的机会 专心守护油波 不要一滴掉在地上 不要听不要看 专心护持你的心 你有可能啊 不要被判死刑 他们你看跟生死相关啊 结果那些死刑犯 一个人拿一个波 拿着油 全部走到前面来 国王啊 就叫这些舞女啊 大宪婀 全部在那边炸唱炸跳啊 一直诱惑这些男人 各位 这些人会不会情心动念啊 没有人会啊 全部走到前面 没有一滴油丢在地上啊 国王说 国王啊 佛中国王啊 我们阿罗汉不会 死刑犯也不会 为什么 生死恐怖啊 谁敢乱看呢 所以各位 如果你敢乱看就代表 你不怕死 知道吗 你不怕苦 为什么 欲望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 你就是不怕 哎呀 我这次谈恋爱失败 我再来找一个好了 革命烈士 前步后继了 这就是欲望 就是痛苦的根源 所以 这些死刑犯 终于走到前面 油都没有滴在地上 各位 佛很伟大 这些死刑犯 终于升起了 对自己的信心 我也可以啊 我以前怎么不可以呢 我以前为了钱 为了女人杀人 抢人被判死刑 原来我也可以啊 阿罗汉可以 我也可以啊 所以 那个时候啊 他们起了信心以后 又不用被判死刑 全部跪在佛面前 佛陀啊 我们终于找到 生命最大的快乐 就是什么 涅槃 寂静的心啊 刚刚那一刻是我们 有史生命以来啊 最安定的 最有力量的 佛啊 我们能不能跟你出家 你看 这些人跪下来啊 佛一讲 上来比丘 全部头发都掉下来 全部都跟佛出家 后来全部都正拿罗汉 所以各位 死刑犯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只要你的内心里面 很专心 你去念大悲咒 你的大悲心 十个心的相貌 通通都现出来了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 要多讲经说法 我师父说啊 他这个人入定在什么时候 他每次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开大智慧 入定 就像我各位 我今天坐在这边 这么多人在听我讲 我绝对不敢乱啊 我一定要一直思考 要讲什么法 佛菩萨一定一直加持 我的内心里面 我如果讲两个钟头 讲三个钟头啊 我的心就越来越专心 越来越专心 越来越入定 就这样以后 我的无限的智慧啊 就开发出来 所以各位 你不要担心啊 有人叫你上台讲经 我哪里会讲经 那你用凡夫的想法 你管他了 我麦克风拿起来就讲 你把前面的每一个人 都当作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这种生死轮回几百次了 你苦口婆心 以大悲心啊 要来跟他们讲大悲法 念大悲咒 那个时候啊 你的大悲心相貌啊 十个心啊 同时都生起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鼓励人家 去多祝念 乃至去放生 为什么 因为看到那些可怜的动物 看到那些快死亡的人 如果你的爱人 躺在那边 快死了 快死了 又死不掉 你念阿弥陀佛 一定很专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他不要痛苦 那个时候你最容易起大悲心了 那个时候你的佛心 就展现出来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人类潜能的发现者 体现者 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各位呢 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当我们全程念大悲咒的时候 第五条 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 各位不要担心 碰到什么事情 赶快 如果没有办法念长咒 就念短咒 很专心念 你一念的时候 一千一百万尊佛 包括阿弥陀佛 千光王 敬祝如来 共同加持 你的心念 透过大悲咒 来完成 第六 念大悲咒 离障难故 种种的障碍 困难都可以去除 第七 增长一切 白法诸功德故 什么叫白法 清净法叫白法 我们现在造业 造善业 造恶业 善业让你升天 恶业让你痛苦 但是我们不要造善业恶业 我们要造什么业 来跟我念 敬业 什么叫敬业 现在你念阿弥陀佛做善事 愿以此功德回向极乐世界 这个叫敬业 不让你去享受大富贵的 免得你颠倒 大富大贵 豪贵学到难 也不让你太痛苦 不能学佛 我们要造的是白法清净业 往生西方 其中的世界 乃至成佛的资粮 这些 增长这些 净业白法诸功德 第八 成就一切 诸善根 你很喜欢生气 你很能为嫉妒心 我们很容易起欲望 那你一直多念大悲咒 你那个不好的 不善根 不善根就是贪嗔痴 叫不善根 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消灭 你的善根 无贪嗔痴 就会生起 第九 远离一切诸部位 不会怕 各位一个人在荒郊野外 你自己念念大悲咒 你会觉得 观世音菩萨说 你念了大悲咒 他派一切护法 来护持你这个孤独的人 鬼神都不敢侵犯你 第十 树能满足一切诸需求 你希望买车子 你希望如何利益众生 你希望赶快吃树 你希望你有福报 盖多一点佛事 印多一点佛经 你有这样子的意愿 念大悲咒为祝愿 所以观世音菩萨说 我因为这十个因缘 而为众生讲大悲咒 所以第七页 那念大悲咒的功德利益 有什么呢 第一个 灵命忠实 十方诸佛 皆来授手 我在台湾认识一个老菩萨 他已经昏迷了 但是你把他叫起来的时候 你把他叫起来 他嘴巴就那么 一直念大悲咒 你给他讲什么 他跟你回答就那么 就一直念大悲咒 他已经修到这个阶段了 他的脑袋里面 只剩下一个咒 就是大悲咒 他在意识很清楚的时候 就问我一句话 师父 我会不会往生 我说啊 你只要虔诚念大悲咒 因为他本来就是修大悲咒了 保证往生 所以他的儿子啊 问他什么话 他都不知道 他嘴巴一讲出来 就是大悲咒 那么连在昏迷 都在念大悲咒 嘴巴张开就是大悲咒 你看 保证往生 你念大悲咒 十方诸佛都来欢迎 请问你要到我这边 还是要到那边 通通来找你 谁你选 第二 欲生何等净土 谁愿皆往生净土 第三 不堕落三恶道 第四 能生诸佛国 第五 这个很重要 得无量三昧便才 各位要发这个愿 愿你生生世世 得无量三昧便才 你能够讲经说法 各国的语文 念佛持重 什么叫三昧 三昧就在一种禅定 空性的禅定里面 不是乱讲话 而讲出来的非常有道理的语言 无量三昧便才 第六 所以念大悲咒的人 如果在现在世中 你有所求 不能够如愿的话 不得为大悲心 托洛尼亚 妈妈最爱儿子了 儿子开口要什么 妈妈都如愿了 你念大悲咒 心中的意愿 必定圆满 但是 为除不善 除不自成 我希望赌博赢 那这不行了 哎呀我希望啊 怎么样伤害到别人呢 这不善 或是不恭敬 就不圆满 第七 念大悲咒的人啊 各位如果讨厌做女人啊 生生世世做男人 一点都不要怀疑 来第八 翻过来 第八页 这里面讲的 如果有人啊 这个偷盗 亲损 十方 常住 譬如说我们 慈云正信佛学位 这个地方叫 十方常住 因为是大家 共同捐的钱 属于十方的 盖了这个佛事 但是你不能把这里面 占为私人产权 如果你占为私人产权 那你就变成 亲住十方常住 那这种人啊 堕落无点地狱 千佛出世都不能忏悔 就算忏悔也不能除命 但是如果你愿意 全程念大悲咒 忏悔 都可以消除 你看大悲咒的 威得力有多大 来 跳到第九 最后一行 落诸人天 宋慈大悲咒 那么 不受十五种 饿死 来 我们都不希望遭受意外 这十五种 来 我们一起念一下 希望各位嘴巴 多念出来 来 第九页来 一不令其饥饿困苦死 二不为家经仗除死 不被打死 第三不为冤家仇对死 不被报仇而死 第四不为军政相杀死 不会去打仗被打死 第五不为豺狼恶受残害死 被咬死 第六不为毒舌原先所重死 不被咬死 第七不为水火魂飘死 第八不为毒药所重死 第九不为古毒害死 人家给你放福啊 放古毒了 第十不为狂乱失恋死 有些人要死之前乱喊乱叫 失去正念 念大悲咒不会 第十一不为山树癌堕落死 不会这样意外死吧 第十二不为恶人厌寐死 不会被凶恶乃是鬼神伤害而死 第三第十三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 第十四不为恶病残生死 很多老人家最怕得癌症啊 怪病啊 这样弄到死 多念大悲咒就不会了 第十五不为非分自害死自杀了 所以对一个想要自杀的人啊 赶快请他念大悲咒 他就不会有自杀的念头 来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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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页 受持大悲神奏者得到十五种善生 这是我们所需求的 来念下来 第一 所生之处 常逢善亡 碰到好的领导者 第二 常生善国 第三 常止好食 第四 常逢善有 第五 生根常得巨足 六根圆满 第六 道心存熟 存证成熟 不会退转 第七 不犯经界 不会做坏事了 第八 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家庭不合啊 多念大悲咒 第九 知据财食 常得丰足 不缺钱用啊 第十 恒得他人 恭敬福间 别人尊敬你 第十一 所有财宝 无他解夺 十二 异欲所求 皆惜撑水 一切如愿啊 第十三 龙天善神 恒常永畏 都在保护你 第十四 所生之处 见佛 闻法 第十五 所闻正法 悟 圣神义 各位你看金刚经啊 看维摩节经啊 看楞严经啊 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们要看经之前 念念大悲咒 一下就体悟经里面的 圣神的义 什么叫圣神啊 跟你的心的本质相应的 悟法性的啦 所以若有念大悲咒 陀罗尼 得十五种善神 所以一切 人 天 各位 天神最喜欢你开口念大悲咒啊 你开口念他就跟着念啊 你念久以后他也背起来啊 天神跟人啊 最喜欢念大悲咒 所以翻过来 第十二页 大悲咒怎么修呢 怎么修呢 第一条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 念诵这个大悲咒 你要发广大菩提心 所以各位 今天在这边念 你要看到整个地球啊 整个星球啊 整个天界 所以你最好去买一个地球 人家要送我一个星球 念的时候 还观想美国啦 阿拉斯加观想其他星球 整个法界 我们都对他发起啊 广大菩提心 我要成佛度众生 所以 适度一切众生 如果你念大悲咒 愿意帮助一切众生 然后自己守栽戒 对众生起了平等心 常念这个咒 误令断绝 要这样念 第二 注意静视 早欲清静 在安静的地方 然后穿得很干净 第三 念大悲咒 像今天这样 玄环 点灯 被香花 百味饮食 要来供养 大悲观世音菩萨 第四 专心 自心一处 更莫意缘 不要想来想去 如法送辞 那么 再来 念大悲咒 有什么神奇的感应啊 第一条 念诵大悲咒的人啊 从今天开始慢慢 有些小朋友啊 以往所有世间的经书 你看到都懂 慢慢就了解 人家不跟你解释 你也懂 一切外道法术 唯拓点击 一能通达 对其他宗教啊 种种的 他们的行持的方法 你也了解 第二 念这个大悲咒 世间八万四千种病 皆能消除啊 一定能够医好 一能使一切鬼神 降诸贴魔 治诸外道 治病降魔了 第三 如果你在荒郊野外 一个人诵经打坐 如果有三经 杂魅 亡俩 鬼神 横香 恼乱 让你的心不安定的 念大悲咒 只要念一遍 这些鬼神啊 通通把他绑起来 不让他来伤害你 第四 如果能够如法 就是清静心啊 来念大悲咒啊 一助众生起慈悲心 观世音菩萨 就派一切善神 龙王 金刚命机 藏随卫护 不离其侧 随时在你的左右 保卫着你 就像保护眼睛一样 就像保护他们 自己的生命一样 而且这些善神龙王 神母女等 各有五百个眷属 大力叶叉 长相拥护 念大悲咒啊 得到这种大护耻 翻过来 第十四页 念大悲神咒 这个人在空山 旷野 乃至自己一个人 睡觉 似诸善神 轮流替你占卫兵啊 他叫翻带树位 辟除栽账 第六 如果你在深山野外 迷路了 迷失道路 善神龙王 化作善人 引导你出了迷路 各位很重要啊 登山的人啊 迷路了 赶快念大悲咒啊 这些神啊 化成人 引导你 啊 处理危险 第七 落在山林旷野 那边没有水 没有火 可以煮东西 啊 你念大悲咒 龙王 献出来 护持你 化出水 化出火 让你有水喝 有火煮东西啊 啊 所以 我们在拜水神 就是拜龙神啊 龙王啊 出了很好的山泉 让大家吃着健康 第八 我们今天要做的啊 观世音菩萨说 念这个咒 古时候没有五色线啊 古时候这五条 不一样颜色 把它绑起来 变五色线 那现在很方便了 今天会发一点 一条五色线 啊 取五色线 绑着一条绳子 念二十一遍 大悲咒 啊 我们今天人多很好念啊 一个人一遍 假设这边有六百个人 就六百遍了啊 啊 所以一个人念多一点 哇 合起来好几千遍了 我们今天还要做一个大功德 要念满一千零八十遍 一千零八十遍 啊 然后啊 总共一千零八十节的十六支 我们主席家里有众人 就请他 啊 请过来 这个十六支是谁在住呢 鬼子母在住的 啊 鬼子母在住 然后这个十六支前后抹奶油 给他放在这个火里面 啊 念大悲咒 把它呢 化掉 化成烟雾 整个地方家庭的灾难 通通消灭 啊 所以 我们今天啊 念二十一遍 打二十一节 打好以后 啊 这个五色线 啊 那你可以挂在脖子上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陀螺尼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 恒沙诸佛共同说的 那么 你在念这个大悲咒 九十九亿恒沙 诸佛 来为这个修持者 让他呢 修行六度 为满足者 树令满足 啊 你的菩萨道就不会退了 为发菩提心 菩提心的 啊 让他赶快发起 成佛度众生的群心 若解脱到 未证果的 树令证果 若三千世界内 诸神仙人 未发无上菩提心者 当我们大家在念的时候啊 这些天神啊 未发菩提心 也发起了菩萨心 若诸众生 未得大称信根者 以此大悲咒 威神力 令其大称种子 法牙 增长 所以观世音菩萨说 以我方便慈悲利养 令其所需 皆得成办 啊 所以你身上随时要带着 这个五色神 带一辈子 带一辈子 啊 如果今天有多的啊 各位多打几条 送给家里的人 令他们带着 啊 所以第九 三千大千世界 幽影暗处 三途众生 那么 闻大悲咒 皆得离苦 所以各位 哎呦 哪里有鬼怪 你会怕 走到森林里面 就一直念大悲咒 所以各位大悲咒 把他背起来 你走到哪里啊 大功德啦 啊 第十 若菩萨 还没有到 不退转 那 多念大悲咒 就走路 不退转 登地 啊 乃至呢 慢慢你的外表 越来越庄严 三十二项 八十 谁行好 啊 第十一 这里面讲的 若 只想自己解脱的 声文人 一听到 大悲咒 乃至呢 啊 书写 这个大悲咒 那么 很快就得到解脱 四杀门果 不求自得啊 若三千 大千 世界内 三河十壁 四大海水 能令永沸 须弥山 及铁维山 能令窑洞 又令 睡如围尘 其中众生 悉令发 无上菩提之心 所以我们 大乘佛教 最诵世大悲咒 要让一切众生 发起无上菩提心 好 第十二 若诸众生 现世求什么愿 在二十一天之内 守清静的八观灾戒 吃树 念这个大悲咒 必定如愿 各位啊 你将来想要做什么 二十一天 守清静戒 然后天天念大悲咒 一切如愿 从生死祭到生死祭 一切恶业 并皆消灭 把你过去的恶业 统统消灭 所以各位 将来 持云振兴佛协会 连续二十一天 天天念大悲咒 大家天天守 八万再见 把过去未来的恶业 统统消灭 那你要做事就方便了 没有业传身了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内 一切诸佛菩萨 上帝 玉皇道帝 世道天王 神仙龙王 皆因正知 他们都 了解 你这个人是个大悲行者 无一切恶业 他来护持你 第十三 若诸人天 宋此此陀罗尼 其人落在江河 大海水中沐浴 所以各位 念大悲咒的 你只要手伸到任何一个水里面 那个水啊 都变成大悲咒水 所以你的整个身体都变成功德啊 其中众生 得此人 欲生之水 你洗澡的水 流下去 沾着其身 一切恶业重罪 西皆消灭 你看 念大悲咒的人 你洗澡都有无量功德啊 那个水不管流到哪里 会流到河里面 里面的这些恶业重生啊 业障消除 翻过来 十六页 吉德转生 他方净土 莲花化身 更不受胎生 失身 卵生 一定莲花化身 然后何况受词读诵者 何况你自己在念大悲咒的人 所以我希望各位 每天开始 早上睡醒 一定要念大悲咒 慢慢念 念久你就背起来 一遍乃至三遍 五遍七遍 开车的时候 还不会念 买个大悲咒 请个大悲咒 录音带 放在车子上 CD啊 一直放 一直放 久了你就背起来 所以 这个人 如果在走路 大风吹来 你现在在路上走 那么吹到你的身上 头发 衣服 然后 风吹到底下 吹到底下的一切众生啊 包括人 得到这个人身上的风吹到身啊 一切众罪恶业 并皆消灭 对方 永不受三恶道果报 藏身 藏身 当之 宋慈大悲咒 福德 果报 不可思议 各位一定要有绝对的信心啊 你念了大悲咒啊 这个世界得救了 第十四 所以念这个大悲咒 口中所有言语 你讲话 若善若恶 你做 讲好话 讲坏话 一切天魔 外道 天龙 鬼神 只要听你讲话 哪怕你在讲坏话 皆是清净法音 皆于其人 起恭敬心 尊敬如佛啊 所以念大悲咒 你只要开口讲话 都可以利益众生啊 所以 第十五 念这个大悲咒 当之 这个人 就是佛身杖 九十九 一横和杀 诸佛 所爱惜故 当之其人 是光明杖 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你全身都发光 一切如来光明照顾 再来 当之 其人是慈悲杖 为什么 你一念大悲咒啊 你整个大慈悲心啊 走到任何地方 普度众生 跟你讲话 风吹到你身上 水沾到你身上 横以陀罗尼 救度众生 当之 其人是妙法杖 你一念大悲咒啊 念熟了以后 其他那一切诸佛菩萨的陀罗尼啊 你都能够受持 各位 很重要啊 你如果很会念大悲咒 其他的咒语 很多人说 我还没有灌顶 我不敢念 你虔诚念大悲咒 一切诸佛菩萨 你皆得恶受持 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法 最殊胜的地方 再来 当之其人是禅定杖 百千三昧 常献前顾 你的各种的禅定三昧 智慧啊 都 开发出来了 再来 当之其人是虚空障 为什么 你念大悲咒 你常以空性超越的智慧 观察众生 了解你跟众生的 深切的因缘 再来 当之其人是无畏障 从今天开始 龙天善神 常护持故 你一点都不会部位了 再来 当之其人是妙语障 你口中啊 念咒 念陀罗尼啊 因无断绝故 你念起来啊 哎呀 非常的殊胜好听啊 再来 当之其人是常住障 为什么 这个世间的三灾恶劫 都不能够伤害你 破坏你 你住在天上上帝啊 都还要 被这些三灾所伤害的 再来 当之其人是解脱障 为什么 天魔外道 不能够伤害你 所以各位 怕鬼的人啊 多念大悲咒 再来 当之其人是妖王障 这个是最殊胜的 为什么 常以陀罗尼 医疗众生病故 我们台湾啊 有个很出名 苗栗啊 一个老比丘尼 一辈子都念大悲咒 所以啊 那个山下的信徒 贵啊 贵都是拿那个大杯水 回去喝 每个都好 那个比丘尼 老比丘尼 很老了 只念大悲咒 天天念大悲咒 喝到他的水啊 病都消除啊 连我们年轻的出家人都去啊 为什么 哎呀 因为他的信心不可思议啊 广青老儿上也是这样 他曾经念欧命头佛了 他在的时候 就去念大悲咒了 他加持过的水 只要喝啊 什么病都好 所以各位 你常念大悲咒 你就是要王障 你走到哪里啊 帮助人家 你 再来 当知其人是神通障 什么 由诸佛国得志在故 其人功德 战不可进啊 所以各位 大悲咒的功德 来翻过来 第十八页 念大悲咒 各位如果要做到圆满如法 怎么做呢 这上面写 第一 若富有人 你觉得这个世间轮回很苦 你希望求那个不生不灭的 长生的 究竟的快乐 往生极乐世界 究竟解脱 那你要在清静 安闲之处 清静 结界 那 结界的时候 你念咒 你念大悲咒 衣服也好 水也好 食物也好 香也好 药也好 你把这些东西啊 摆在面前 念一百零八遍 衣服给人家穿 水给人家喝 食物要给他吃 对方必得长命 所以念大悲咒啊 各位今天如果身上带药啊 什么通通给他拿出来啊 哇 这么多人念啊 不得了啦 共同加持 那如何结界呢 很简单 我们出家人身上都有一只刀啊 那用这个刀 划 因为你划一个范围 念二十一遍 划一个范围 这个地方 谁也不会干扰你 你可以如法的送走 第二个 我们出家人都用净水啊 各位看得出来 我们每次法会净水啊 撒一圈 用净水撒一圈 念二十一遍 四方为戒 第三 白戒菜籽 今天会发给个人 一包白戒菜籽 这个白戒菜籽 我们念过二十一遍 比如说 我今天在森林里面 我要在这边打坐 不希望这个野兽啊 鬼啊干扰我 我只要拿四颗白戒菜籽 因为念过了 丢四方 丢四方 那个地方 就像啊 铜墙蝶壁包围 你就可以眼睛闭起来 不要管啊 念一百零八遍 什么都不用担心 啊 这个结界 所以这个白戒菜籽啊 每一个佛菩萨都赞叹 最好的方便 啊 再来 或是 你在直 你就想那个地方 用想的 念大悲仇 突然 这个地方我结界了 一切外魔不干扰了 第四 获取 径灰 什么叫径灰啊 我们今天傍晚 要做 烟供 火供 那么 剩下的那个灰 就叫径灰 各位过两天再来拿 那塑造大帅来装一包啊 撒在你家的附近 那叫径灰 这样 恶魔 毒蛇 不容易入 那什么地方还有静灰呢 就是我们在佛前点香 剩下那个香末 也叫静灰 这个静灰拿来撒在家里的附近 很重要 听说很多老婆上 拿这个静灰来当药吃 还有用 叫清静灰 再来获奏五色神 所以这个五色神也很重要 这个五色神我们大家念了这么多遍 你用五色神画线 也可以结界 将来念108遍 好 翻过来请看20页 那念大悲咒的种种的功德 有哪些呢 第六 颂慈大悲咒的功德 尽未来记 第一 念这个陀罗尼的名字 能够灭无量节的生死 重罪 你光念 你光念大悲咒 你光念大悲咒 哦 你在念大悲咒 你光念这个陀罗尼的名字 一听到 讲的人都消灭无量节 就像你念一个 拿摩大方广佛华元经 你光讲了华元经 法华经 你光讲了妙华灵华经 哇 都可以消灭无量业障 佛法身三宝 一听到他的名字 都可以消灭无量业障 何况我们要念大悲咒的人 所以若能够了解这个大悲咒 而念的人 当之这个人 已曾经供养无量诸佛 众诸善根 再来 若能为诸众生拔起苦难 如法送辞者 当之其人即是 巨大悲心者 很快就成佛 所见众生 皆惜为诵 看到一些众生 都当他念大悲咒 另笔耳闻 让他耳朵听到 那么宇作菩提音 那么他成佛的种子 就种下去了 世人宫的 无量无边 战不可尽 第三 若能精诚用心 生辞灾戒 为一切众生 忏悔先业之罪 各位 今天我们念大悲咒 不是为自己 为众生忏悔 你自己业障也消除了 意志忏谢无量劫来 种种恶业 口中 积极送此 陀罗尼 极极就是不间断 这样忏悔 生生不绝 那四沙门果 就证阿罗汉 此生其证 各位 我在台湾认识几个女生 她们跟我讲什么 天天念大悲咒 她们得到什么利益呢 有一天来跟我讲 我赞叹她们 师父 我们已经没有女人的乐视了 好厉害啊 没有乐视了 念大悲咒 就得到了这种至少三国的不起欲望 没有起荷尔蒙了 没有女人的乐视了 男性多念大悲咒 你已经没有男性荷尔蒙了 没有性的刺激了 到正的解脱 各位你看 女人羡慕羡慕 没有乐视了 你看多方便了 比男人还方便了 念大悲咒 解脱都正了 何况这种男女的问题 其力跟有会观方便者 如果你这个人智慧禅定特别高 又有智慧观照 大悲观世音菩萨 视之之手 所代表的各种法 念个什么咒 那实地果位 客户不难 你要得到实地菩萨 地上菩萨的果位 一定不困难 何况世间小小福报 所有求愿 无不果谁者 所以念大悲咒的利益 各位这个我们一个一个看 我希望各位 今天就像开医学班 各位都是菩萨医生 佛把大悲咒给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了解 各位要去普度众生 你有大悲咒 你可以医什么病 可以帮助众生什么困难 这个我们一定要会 因为我们这边 最庄严就这一尊 大悲观世音菩萨 视之之手相 圆满齐全 各位跟大悲观世音菩萨 特别有缘 那你这样 你常来这边礼拜 你要知道 观世音菩萨 能够利益众生什么 怎么做 这上面就教我们 这个都是大悲 陀罗宁经里面 所写的 第一 第一 若有国土 这个国家有灾难 仕途国王 这个领导者 若以政法治国 乃至宽众人物 尽量特赦 不要关太久 不狂妄众生 社诸有过 原谅他的过失 做国王 做领导者 七日七夜 身心精进 如法颂识大悲 咒 令比国土一切灾难 西街除灭 五谷风登 万幸安乐 所以各位 你做家长的人 愿家庭平安吗 你做老板的人 愿你的范围平安吗 做国王的 管这么多人 七日七夜念大悲咒 都有这样的功德 何况你小小的家庭 小小的单位呢 要有信心 第二 若家庭里面 碰到大恶病 有人得癌症啊 有人得病 百怪尽情 什么声音都跑出来了 鬼神邪魔 耗乱其家 恶人横照口舌 我们台湾现在很多 我们讨债公司 给你倒汽油 给你倒油漆 各位有没有看过报纸啊 啊 家里没有人敢住啊 那个地方 整条街都搬走了 如果是这样啊 乃是 世家大小 内外不合 在吵架 怎么办 当相牵掩大悲向前 所以各位 这本书 各位今天要带回去 一碰到 赶快把它翻过来 这个叫大悲向前 放在佛前 你就可以礼拜了 你就可以礼拜 在牵掩大悲向前 啊 那么 设其檀场 就摆花果香 自心称念 拿摩观世音菩萨 拿摩观世音菩萨 念完以后 念满大悲咒 一千遍 各位 像我们今天要念一千遍 太容易了 人那么多 啊 那么 如上恶事 上面的种种不好的事情 西皆消灭 永得安稳 第三 更重要了 各位在念大悲咒的时候啊 点香 安息香 啊 我们点在佛前的都是清净香 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 真实不虚 若欲请观世音菩萨到现场 那么 咒 我们啊 在念香的时候 安息香 大家念二十一遍 点香 观世音菩萨就坐在我们面前 各位 今天就是会如此 啊 千手千眼观世音 就坐在我们面前啊 受我们供养 来给我们加持 翻过来 第二十二页 啊 第四 所以 不能随便杀猫啊 啊 乃至你所杀的生命 啊 他现在投胎做猫 还有一种啊 这种九命怪猫 他会残人的 他说 若有猫而所拙着 你杀死了猫 那 你如何去除呢 那么 就要取 死猫的头盖骨 烧做灰 加上 清净的泥土 啊 变成泥一样 然后捏成猫的样子 在千眼观世音 不在面前啊 然后 拿一支铁刀 念一百零八遍的大悲咒 然后把这个塑造的猫 啊 切成一百零八段 每切一段 念一个大悲咒 然后 啊 陈某某 啊 被这样鬼神附着 那 把他切一下 一百零八段切完了 这个 鬼神 就离开了 啊 我们古镜这边是以猫 做我们的观光点啊 啊 所以如果有人得到很可怕的这种鬼神病 你可以试试看 第五 若为骨毒所害 被人家放骨啊 啊 好像骨时候的放骨 取龙脑香 跟安息香 各一半 以井花水 什么叫井花水 昨天讲过 就是早上睡醒 井里面最干净的水 那我们现在的矿泉水 都是井花水 最干净的了 好 那么 把他煎 就像煮中药一样 啊 两身 煮成一身 啊 然后 放在千眼观世音菩萨 念一百零八遍 让他喝 啊 所以一个人中邪了 我们大家来帮他念大悲咒 啊 放龙脑香 安息香 香灰 然后给他喝 啊 第六 若有人被毒舌 乃至像蜜蜂毒蝎 毒的东西 所咬的时候 怎么做 各位这个老菩萨学起来啊 干姜末 那个姜 啊 干了抹成粉 那么 念七遍大悲咒 给他抹在被毒蝎 啊 乃至红蚂蚂所咬到的 蜜蜂咬到的 抹在那边 立即除差 啊 所以各位啊 身上要带着这个东西 第七 若为恶怨恒香抹书者 有人要害你 有人要阴抹伤害你 你不知道怎么办 他要追杀你 那你要怎么做 取净土 干净的泥土 或面 或是用蜡 捏成要害你的人 那个形状 各位 你不要故意害他啊 是他要害你啊 你没做错啊 他要造恶业啊 你不能说 哦 我老公外面有个女人 我捏一个 捏给他死 那是你老公犯罪 不是他在造恶业啊 你不能用这种心 那这样你会谈到啊 不行啊 是说对方真的很坏 造恶业 要伤害你的家庭 要破坏你 你还可以这样做啊 所以你把它捏成他的样子 放在千眼观世音菩萨面前 所以各位 这是大悲咒的功德利益 好 那我们呢 休息15分钟 等一下 正式大悲咒法会 大家就前程来念啊 好 乌弥陀佛 自动下课 各位辛苦了